有的人會問,靠街要靠多久才知道過了呢? 其實差不多一個多月後,你可以打開看看它的癒合狀況 如果靠的部位比下面粗,表示癒合良好 也可以觀察上面的牙包部分 如果長得很快,牙包變大了,就表示癒合不錯了 這時候可以進行環波 環波只是阻斷它下行的陰陽而已 其實要環科才有效 環科可以阻斷它母素上行的水分和營養 讓它習慣靠的養分輸送 環科後,過了幾天 如果上面又變大了,就可以考慮剪斷了